母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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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蒸玉米才好吃 今天我来告诉大家 怎么蒸出来的玉米最好吃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首先把这个玉米皮 拔下来 这个玉米是我自己种的 刚掰回来的 特别的新鲜 把这个玉米皮 最干脚的就不要把这个玉米皮拔完 要 抢木边上要扭一开 还有这个玉米芯 不要丢 这个玉米芯也很好 我都听到很多人说这个玉米芯 是有糖尿病的人 去泡水喝 是很好的效果 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我们家里啊 市场上啊 很多人都是 捡这个泡水喝 就卖玉米的地方 去那里捡这个泡水喝 他说有糖尿病的人 这个泡水喝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们要把玉米表面上洗一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翻看以前的视频 然后准备一个蒸瓜 放到锅里面 然后开大火 盖起盖子 玉米酥了 哇香喷喷的 满路指着玉米的香味 把它盖上了 奶奶 那么快就蒸好了 我想吃玉米了 好的 好想吃玉米了 奶奶包到了哈 嗯 好漂亮吧 好饱满 嗯 这个玉米很饱满 把这个米扒下来就可以吃了 黄黄的 吃的时候就这样嘛 这样拿起来吃 好 这样真是吧 这玉米 好吃 有干净卫生 跟玉米的香甜味 又不会流失 朋友们 这种方法 喜欢吗 喜欢点个赞 赞助我 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 奶奶就想要成糯糯鸡鸡的 哦 糯鸡鸡的 这不好吃吗 嗯 好吃 吃吧 太甜了 太甜了呀 嗯 哦 这么好吃啊 嗯 好吃 奶奶再蒸哈 嗯 很多玉米哦 这么多呀 是啊 你没看到我摆到一大包 一大人 有一米稀是不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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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你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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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